精灵仙子的翅膀是黑色的 回答错误 接受惩罚 我怎么变成黑色的了 小雪 这下你变成黑雪了 大宝 你还笑 都怪你 你能不能想清楚再回答 好吧 我错了 可是精灵仙子的翅膀不是黑色 那是什么颜色呢 我想不起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吧 我知道了 我看他小朋友们都说是绿色的 大宝作弊 答案不作数 接受惩罚 我怎么变成黑白的了 小贝姐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只有你们回答出物品的正确颜色 才能恢复自己的颜色 可恶 大宝 都是你干的好事 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游戏继续 谁子还是让我来吧 蓝莓 我知道了 蓝莓蓝莓 那肯定就是蓝色的 不是的小贝 蓝莓是紫色的 蓝莓明明就是蓝色的 果然为什么叫蓝莓 不叫紫莓 小贝姐姐 蓝莓确实是紫色的 我才不管呢 就是蓝色 回答错误 接受惩罚 大宝怎么也变成黑白的了 什么 我怎么也没有颜色了 好吧 看来蓝莓不是蓝色的 小贝 我都告诉你了 你还不听 这下搞了吧 我们都没有颜色了 游戏继续 小贝姐姐大宝 这次让我来吧 这个衣服好眼熟呀 我也看这好眼熟 我想起来了 这是黑暗可可的衣服 原来是黑暗可可的衣服 让我想一想 我想到了 黑暗可可的衣服是绿色的 回答正确 奖立一个颜色大礼包 可以恢复一个人的颜色 小雪 能不能先让我恢复颜色 现在没有颜色 也太丑了 应该先让我恢复颜色 大宝 都是因为你 大家才没颜色的 应该让我先来 小贝姐姐大宝 你们不要吵了 这样好了 你们一个人恢复一半的颜色 这样就公平了 那好吧 太合了 我有颜色了 我在努力回答对 一定就可以马上恢复的 游戏继续 一鹤好像是小雪的蝴蝶结 对呀 小雪 你的蝴蝶结是什么颜色 你回答出来 就能恢复颜色了 我 小雪 禁言 小雪怎么被禁言了 这下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让我想想 我想到了 小雪的蝴蝶结颜色 是大红色的 回答正确 小贝恢复 太合了 我恢复颜色了 我终于能说话了 二号好像是小贝姐姐的发卡 这个我知道 小贝的贝壳发卡是黄色的 回答正确 大宝恢复 太合了 我也恢复了 现在就说下我了 三号是黑暗魔王的衣服 四号是凯莉阿姨的帽子 它们都是什么颜色呢 我记得它们好像是一样的颜色 一样的颜色 我想不起来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三号和四号是什么颜色吗 知道的话 就快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我给金色手机 打黑色保护壳 匹派失败 我给金色手机 打金色保护壳 匹派成功 小贝 给你金色手机 我给银色手机 打黑色保护壳 匹派失败 我给银色手机 打银色保护壳 匹派成功 大宝 给你银色手机 只剩一个黑色手机了 小雪 给你吧 太好了 我也有手机了 十天之后 谁的手机更健康 谁就能获得 去迷你世界的门票 播放雇佣者 好的主人 小贝 可把手机关掉 为什么呀 我还没听够呢 现在手机电量 只有30%了 再不充电 就会关机的 那我不听过了 我现在就去充电 主人 为什么要关掉我 我不喜欢你了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关掉手机呢 好吧 我不关了 太狠了 主人 我喜欢你 主人 我要坐摩天轮 没问题 我还要玩海盗船 和水滑梯 可以 我们爱个玩 大宝 你不能带手机 去很高和有水的地方 这样对手机不好 手机带着保护壳 会有什么问题 哎呀妈妈 你就别担心了 这个大宝 怎么这么不听话 啊 天亮只有40%了 我要赶紧充电 主人 不要离开我 我要去拿充电器 再不充电 你就要关机了 原来是这样 那你去吧 小雪 我们去游泳吧 主人 我也要去 游泳池里有很多水 你去那里会有危险 那好吧 我在家等你们回来 嗯 手机宝宝真棒 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开始检查 哦 怎么这么快就开始了 西娜 你先检查 小雪和小贝的吧 那好吧 先检查谁的呢 我的手机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西娜 先检查我的吧 小贝的手机没问题 我给你打 滴滴 电量够滴 即将自动关机 小贝 你的手机怎么这么快就关机了 还是被发现了 其实是这样的 距离关机还有十秒钟 十 九 怎么这么快就没电了 赶快充电 充电充 太高了 我可以接着玩了 因为我边充电边玩手机 手机电池容量变小了 现在充一次只能用三十分钟 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手机呢 我给你打零分 我的命运是一件门票 大宝 你的手机呢 我 我的手机丢了 什么 大宝 你的手机忘带了 大宝 你的手机怎么变成这样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带着手机去游乐园玩 手机摔了好几次 才掉到了水里 所以就变成这样了 你也不可好爱护手机 零分 我错了 小贝的手机最健康 这张迷你世界的门票就给你了 太好了 西娜谢谢你 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好好爱护自己的手机哦 我们下次再见 通宝文国最近太奇怪了 我一定要知道发生了什么 麻布 我变 这个桌子怎么这么脏啊 小雪 你帮我把桌子擦擦 好的老师 好疼啊 好疼啊 快停下 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说话 小朋友们 你听到了吗 小朋友们 千万要说没听到 不然我就暴露了 小雪 小朋友们都说没听到 好吧 可能是我听错了 算你们听过 不过 这麻布怎么这么不好用 扔了算了 可恶的小雪 我刚才回来的 这次我变成一只苍蝇 这样肯定安全了 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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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有苍蝇在教室里 飞来飞去 就是教室 我最讨厌苍蝇了 我打 我就不信了 我这次变成一只笔 学生们肯定都最爱惜笔了 这黑肯定没事 这个笔怎么不出水了 不会吧 我还要写作业呢 我甩 我甩 别甩了 别甩了 我要不住我了 小雪小伴 等会儿黑暗王国的人就要到了 我们快去做准备吧 来了来了 我让大家看看 他们在准备什么 走你 看我的旋风球 大力上钩球 有我在 你们谁都比上金球 好疼啊 我可被踢成包子了 嗯 不错不错 继续加油 等一下 我们一定要打败黑暗王国 卡大师 可恶 我忍不了了 你们这到底是在干什么 黑暗王天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来看看 你们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黑暗王国的人进学校 哦 那是因为 童话王国和黑暗王国要举办足球比赛了 就是就是 我们是为了好好练习 打败你们黑暗王国 哦 就这儿啊 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哈哈 那你们不早说 搞得神神秘秘的 我白白被当成足球提了半天了 哈哈哈 死了两天 你太搞笑了吧 哈哈哈 我太惨了 妈妈 我们都考了一百分 你们撒谎 你们老实说了 这次全班一个一百分都没有 你们为什么要说谎 我 我没有说谎 反正我就是考了一百分 我们也没有说谎 我们也考了一百分 还不说实话 妈妈再也不喜欢你们了 不喜欢就不喜欢 反正我们可以讨厌你们体谈 什么 你们居然敢讨厌我们 那再不要吵了 妈妈们 孩子们讨厌你们 是有理由的 不许看电视了 你把这十张数学卷子做完 妈妈 我今天已经做了十张语文试卷 十张数学试卷了 那也不行 上次你的数学只考了九十九分 不是满分 你必须每次都要考一百分 我只喜欢一百分的孩子 妈妈 我们这次考了九十分 怎么才考了九十分 小学每次可都是一百分的 可是 我和大宝每天也在努力学习啊 是啊 我上次考试还是六十分的 这次老师都快我进步的 妈妈 你就不能夸夸我吗 夸什么夸 没有考一百分 别是让我夸你 妈妈 你之前说我考九十分 就给我买公主裙的 妈妈 你也说过要给我买奥特曼玩具的 买买买 就知道买新衣服 这次没有新衣服给你买 也没有奥特曼玩具给你 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好好向小学学习 都给我考一百分 这次我考了九十八分 我只考了九十五分 我也是九十五分 好了 其实我们都没有考一百分 小学小辈大宝 我可以帮你们把长期变成一百分啊 是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这样做 好吧 随你们 反正 如果你们妈妈知道 你们没有考一百分 一定会生气的 我不想让妈妈生气 更不想让妈妈 再拿我和小学比较了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 才每天做那么多时间了 其娜 让你帮我们把长期都变成一百分吧 好的 没问题 小模拟之力 事情就是这样 孩子们是怕你们生气才那样做的 小学已经够优秀了 而小辈和大宝也一直在努力学习 你们不能一直让孩子们学习 还跟其他孩子做比较 你们的做法是错误的 我们让孩子考一百分 真的错了吗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妈妈们做错了 就发送一一一 如果觉得我们妈妈们没有做错 就发送二二 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 小小学 我是你的同桌 开牙脑地一百次 我不要开牙脑地当我的同桌 小学今天的午饭只有白开水 小辈姐姐 你的同桌是我 居然可可五岁 耶 太高了 小辈今天的午餐有鸡腿 可乐 汉堡 薯条 谢谢老师 按同桌的年龄方法 我的同桌会是谁呢 大宝没有同桌 没有午饭 不是的老师 我有同桌 业金老师 我来晚了 王后阿姨三十岁 咋了 我的同桌不会是王后阿姨吧 大宝 给你 这就是你的同桌 原来是一岁的宝宝 大搞了 老师 快给我饭饭吧 大宝的同桌年龄最小 大宝的午饭有 红烧鲤鱼 糖醋排骨 红烧肉 谢谢老师 真小 大宝 能给我吃点吗 我只有白开水 我饿 可以 分你一点 谢谢你大宝 十香保佑 十香保佑 我也要领 十香保佑 十香保佑 就赐给我一个同桌吧 哇 是零四的小宝宝 这个同桌真是太好了 我也能吃到美味的午餐了 午餐时间到了 你们的同桌呢 在这里 小小雪 两岁 小小辈 两岁 小宝宝 一岁 哎呀 忘记大宝的同桌一岁了 这下又输了 嘿嘿 老师 我早都饿了 快给我午餐吧 大宝的同桌一岁 只能吃一颗花生 哦 什么 小辈和小雪的同桌都是两岁 今天的午餐可以吃 红烧鲤鱼 糖醋排骨 红烧肉 耶 十香温碎 老师 不是同桌年龄越小 吃到的午餐就越多吗 为什么我的同桌一岁 你就给我一颗花生 因为今天吃饭的规矩变了 年龄越大 能吃到的午餐就越多 你今天只能吃一颗花生了 不开心 老师你看 这是我的同桌 我也要吃午餐 黑眼魔王 你也要吃午餐 好啊 我宣布 你只能吃空气 为什么 你的同桌只有零岁 当然只能吃空气了 为什么大妹的走起我